新北市近山区六谷里是农业大里 里内农田周边大多是灌溉设施水泉 有些水泉使用多年出现了均裂破损问题 影响到周边农田灌溉饮水 对此六谷里长钟鼎平积极争取资源修复 最近就有三段水泉修复完成 不但相当的美观 饮水灌溉也更加顺畅 近山区六谷里是农业大里里内多为农田 而农田周边多是灌溉设施水泉 其中有多条水泉使用多年难免有军裂破损的问题 影响周边农田的灌溉饮水 为此里长也相当重视水泉的修复 近来有三段的水泉修复完成 不但相当的美观 而且饮水灌溉也更加的顺畅 近前从老人还没有改制之前 农田水立会到现在 现在经过多次的反应 因为可能是建会的关系 现在已经改制总算有个美目 非常非常感谢农田水立局 尤其我们近山丸站长 非常感谢他 他的促成 进入我们农田水立署 林处长清零来关心 总算已经都修正完成了 林处说自上任以来有不少的农民纷纷反应水泉老旧 破损饮水灌溉一年比一年还要困难 不过碍于经费有限只能逐步的整修 七年来整修多条水泉完工 要感谢农田水立署的帮忙 让六谷里的农友种植作物更无后谷指油 大概修缩的位置 第一条 原来是我们潘主席 衔接潘主席 11号后面 因为整个 穷久没有收 以前用于梯田 石块切成 没有修复的话 勾进探方 把整个水都流失掉 也是影响农田的灌溉 另外一条 就是 1号 也是主要干道 都是我们 下游要饮水出用 另外一条 就是我们中六谷 中六谷是 衔接 衔接沖河里 可以说我们下六谷 中六谷 主要干道 近来修复完成的三条水泉 有两段是 饮用潭子溪的沟渠 坐落在潭子内农田的周边 而一段是 饮用清水溪 坐落在中六谷 农田的周边 水浸沟渠修复完成 让灌溉用水 使用上更有效率 也让原本旧旧 杂草重生的 沟渠景致 焕然一新 让农村变得 更加的生气盎然 记者 品函 金山采访报道